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施德顶尖投资秘笔 上周我跟大家说一定要留意着联储局的议息会计记录 看看会不会对金价有影响 谁不知一开 原来这个议息会计记录是没有了道的 接着Jackson Ho会议和鲍威尔的说话也影响不了金价 因为大家的焦点又放回中美贸易战那里 又起了变化 我之前在这个节目很久之前已经和大家说过 中美的关系我相信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的 但谁不知这个月我们见证着 中美关系的好坏周期是缩短了的 变化得快了的 月头大家记得了 美国对于中国的商品就加征关税 然后又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 但没多久之后又说通了电话又好转了 然后聊得好地地 上周五突然之间 中国那边就说要对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有仇必报 当晚又宣布对中国的商品又调高关税 但到周一 特朗普在G7峰会又说 中国那边在周末打电话给他 虽然外交部否认 但那些人都相信他是美国总统说的 我们看到在今个月的变化周期是很快的 基本上过往来说 可能一两个月才是转变一次态度 但今个月基本上日好日坏 我估计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就是因为在9月9号 美国国会就会復会 我估计中国在这个日子之前 尽量压逼美国 令到美国就不要在復会之后 将香港的问题放进贸易议程 不要让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所以在9月9号这个重点日期之前 我估计这个关系还是有机会非常反复的 这件事有机会令到避险情绪升高 所以解释到为什么现在的金价 就在1,500元的大关上 之前有说过一个阻力位 叫1533 现在似乎是阻力变支持 我们一定要密切留意这个位 如果守得稳的话 可能在9月9号附近 已经升到1621 但如果我们看到又好转了的关系 有机会守不回1533 可能下回1493 我估计再下回1445 就非常难 以上投资策略仅供参考 投资者一定要量力而为 多谢大家